去年6月份发生了加勒万河谷冲突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的责任不在中方 那么这个事件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中方为了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 推动局势降温和缓和保持了高度的克制 体现了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担当 但是呢 印方多次渲染和炒作有关的伤亡事件 歪曲事实真相 误导国际议论 那么现在解放军报刊发有关的报道 公布事实真相 我想有利于人们的了解这个事实真伪和是非曲直 这也是对魏国戍边英雄烈士的应有的敬意 这些戍边英雄官兵的事迹 给了我们心灵很大的震动 其中 比如说陈红军烈士 还有四个多页叫做霸王 另外还有萧思远烈士 他一直憧憬着要取上他心爱的姑娘 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 而把生命和青春永远地留在了高原 为了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 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献出了生命 我读到他们有暂时在日记里写到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我想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值得怀念 值得我们尊敬 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 祖国不会忘记 人民也不会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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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